武林最新出了一套插电混动 我估计插电混动这件事情 也就变成了一个地板架了 因为武林向来都是成本杀手 我先下一个结论是 我发现武林这套系统 都是瞄准比亚迪而去的 其实呢 比亚迪的这套DMI 也是有几套系统构成的 比如像EHS-160 那是给大车唐用的 EHS-145 这个是给送用的 然后到了琴Plus的时候 它用的是一套EHS-132系统 一个1.5自吸的发动机 然后是混动专用热效率型 然后它拖动了一个P1电机 然后再用P3电机拿来去驱动 中间再加了一根连轴器 当你拍到高速公路的那一段 就可以用它直接来驱动了 也就所谓的串并连 P1加P3这个构型的专利 其实并不太丰富的 谁都可以用的 本田最早就用了它 但是呢 本田用它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思路没有打开 它还是很看重油这件事情 比亚迪来了以后呢 带着一众的中国车企 干了一件事情 就把这套系统的电感 给你做得非常丰富了 首先呢 给你加了一块大电池 有电池了以后 这个电机就可以越玩越猛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他们就把这个标定的逻辑呢 一点一点的去替代过来 最早日本人那种 拿着油作为主要 拿电机来作为次要的结构 那么给反过来了 就是电作为一个主要的驱动点 而油呢 拿来去作为一个补能的一个设备 就这么一下干下来以后 这个P1加P3在中国大地 瞬间就活起来了 我们说比亚迪 武林 第七 长安也在用了 东风 东风已经迭代到了第二代了 广气 他做了单档 也做了双档 长城 有双档的结构 吉利 吉利做了一个三档的结构 还有1G也有 其实奇瑞也做了一套叫CTM 所以这套系统 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电感很充足 成本非常低 而且呢 它非常简单的就可以实现 所以武林这套方案 是不是就是一套公版的方案 没有太多自己创造性的思考 拿出来就给到大家用了 我还真认真研究了一下这套系统 我觉得这套系统当中 还是有几个可圈可点的小细节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武林的这套的混动专用发动机 我们叫它DHE 先看一个参数 43.2 这是它的最高热效率 另外一个参数 我觉得这个才最重要的 普通的发动机 这个热效率 可能就干到37% 38% 但是呢 混动专用发动机 动不动就43起 它怎么做到了呢 它们那周边一整套不必要的轮系 全给你拆掉 然后呢 它把奥托循环变成了一个 阿特金森或者米勒循环 它让这台发动机的功率往下调 但是却把自己的这个热效率 一下子给拉开来了 你看这个发动机 1.5自吸的发动机 比亚迪做81千瓦 武林做78千瓦 但是呢 它把自己的热效率区域做得相当好 我跟工程师晚上聊了聊 他说这台发动机完全有潜力 再往上提升一个点 那提升在哪呢 他说这些润滑呀摩擦呀 都还留了余量在里面 而且你看到这些发动机 是非常省成本的 还能做到43.2%的一个热效率 这个有一说一是来的比较有水平的 那总结一下这套混动专用发动机 它核心的一个点 就是热效率比较高 而且热效率的面比较宽 这是做到低油耗最重要的一点 说完这个混动专用发动机 那我们要开始说一下 这个混动专用的变速箱了 两颗电机的功率呢 其实是完全瞄着比亚迪而去的 但是你发现一个最大的一个点在哪里 它不是那种液压式的结构 它是一个电磁式的结构 那电磁式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可以精确的控制电机的转速和扭矩 保证快速的结合以及断开 理论上来说 这套系统它要开得非常平顺 那总结一下这套电磁式结构的最大优势 就是它的响应速度会来的比较快 100毫秒的响应速度 而且呢 它有一个双85 那双85设的意思呢 就是在85%的功况下 它的系统效率都会高于85% 说完混动专用发动机和混动专用变速箱 那么电池这一块其实也是混动专用的 武林呢给大家取了一个名字叫神链 链是百链成钢的链 那说到混动专用的电池 其实它和普通的电车电池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比如像哈 它的功率要求 能量密度的要求 其实会比电车来的稍微低一点点 但是呢 它对于高寿命的要求 其实会更高的 比如像这一块电池的功况寿命 可以高于6500次 为什么它就要比普通的电动车电池 要来的更高呢 因为插电混动系统不停的在往里存电 又在往里掏电 所以呢 它需要有大量的充电和放电的过程 在这个五边形战池之外呢 还额外提到了一点 就是说它这个电芯问鼎技术 它可以做到四川三分之一 依然可以正常的循环 也就是说它不会起火燃烧 那此外呢 在这些电芯之外 做了一套的系统叫MAST 这一套MAST呢 它是面对了武林用户 尤其是中国广袤地区 可能出现的这些拖底呀 雨水的涉水呀 甚至这些坏路的可靠性等等来设计的 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 就像飞机一样 用一整套的结构 把这个电芯都给你 包裹在其中保护这台电池绝对安全 好最后呢 有一个网友关心的问题 网友说 这套系统里面用的是多少电压 我给大家查到了350伏的电压 所以呢 就网友在问到的问题是 那它相比于比亚迪这种570伏的电压 到底是水平更高还是水平更低呢 其实我认为这个 它和BEV 也就是纯电车 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思路的 这个问题我和各家车企的 插电混动的工程师都聊过 就是我们不能够再用 纯电车的这个电压 套用到插电混动里面去思考 比如像你买一个小房800伏 那它可能比400伏要好很多 但在插电混动里不是这样 因为大家一般都用的是300多伏 但是呢 比亚迪这家公司 因为它所有的这个系列 都用的是570伏的电机 所以呢 它把这套系统 重新的用到这个插混的时候 降成本 降成本下来以后呢 它再用了一个升压的模块 把它的电池升到570伏 这样来工作 理论上来说 两套并没有 谁高谁低的一个表现 但是升压模块 如果做的不好 也许在这里 有可能会限制功率的说出 这也可能会成为 某些失速的状态 一个卡点就在这里了 说到这 可能很多同学想问 武林星光开起来怎么样 非常遗憾告诉大家 其实我也没开过这台车 所以有关驾驶动态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账号 我们会持续的 给大家来做一番的更新